大家好我是Hum 喜歡我的遊戲頻道歡迎大家訂閱點讚開鈴鐺 非常感謝你們 那這一期要來講解KOF All-Star OK那這個帳號是網友借我的 他這邊ID是Q嘛 清晨之焰的Q 今天改版了嘛 目前那個iOS還不能玩了要到明天的 早上八點 我們可以到那個論壇看一下這個 很令人悲痛的訊息 不過當我發這個影片的時候應該可以玩了啦因為我會隔天再發布這樣子 OK 12月18號的8點 這那個iOS的玩家的問題 比較比較慘 反正到時候會補償一些看要補償什麼吧 那這位玩家他借我賬號的他剛好也是iOS啊所以他沒辦法玩 那他希望我幫他抽到大蛇這三隻角色 那看我是要召喚呢還是用那個5000 先用5000那個紅寶石去購買都可以 那我就先來幫他抽一下吧 大家一起來看一下吧 這三隻 今天的那個 輕量級的這個對戰以後都要打嘛 有個時間挑戰技術 這邊我是覺得稍微認真還是可以打到那個 1分40秒啦 要稍微認真一下然後研究一下那些站位 然後還有技能施放 的數量 不可以亂放 然後打敵人也不可以盡量不要多打 死掉就不要再打他了 所以說這些1分內的應該還是有可能可以辦到啦 我不敢說人家就是外掛啦 OK 那輕量級這個時間競速我沒有特別研究但是之前的 因為他那個地圖就是像這個大師級的一樣 地圖都是一樣如果你有研究的話應該很容易完成 我再研究看看吧有沒有什麼比較簡單的方法可以 容易的達到1分40秒以內 我剛剛有打了一場啦 呃大概1分50幾秒吧 我沒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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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認真的去打 因為那些技能我都還不是那麼熟 就這三隻角色的技能 OK 來幫他湊一下這個 大蛇這三隻吧 那機率的話大家應該知道吧 0.3% 也就是說 三隻的話如果你只想 想要一隻的話是0.9%啦 OK 那就拼拼看吧 幫他抽抽看 他說他是一個非洲人啦 經常都是要 保底才可以換到 那我不知道我飛不飛因為我也很少抽 寶石不空寶石不夠多 那這邊 反正300抽一定夠嘛 因為這邊有3萬1嘛 OK那就開始吧 好像有一隻 不知道是誰啊 我們不要skip啦 skip太快了 反正基本這些都是雜魚啊 四星雜魚 機師那傢伙我一定要 哇好吧 96泰瑞 這個他已經有了 這個是好像是那個 是不是那個屬性 屬性慶典好像會給啊 好skip 這個下次再說吧 那我們再抽 沒有 沒有就跳過 好第30抽 有 有一隻五星的 至少一隻啦 那看看囉 直接點 沒有他還是會從前面慢慢點吧 這些基本事情應該都 一般般而已啊 早上不是的這個聲音 聽起來不太是 95財州 他也是有了啦 所以就變成60戰魂 這是我們的第30抽嘛 哇難道真的那麼 那麼飛嗎 沒有 40 好第50 50 50 50就已經快5000紅寶石了嘛 如果你只想要一隻的話 你就去買那個5000紅寶石 但是他是隨機 因為這位借我帳號的這個玩家 這個網友他是想要三隻都有啦 拿第二隻吧看看 不知道是誰的 不知道是誰的 這個聲音啊那個我知道誰了 就是那個三騎 三騎龍二 我會不會忘記我們幾抽啦 沒關係我們應該是50抽啦 對啊50抽了 糟糕 50抽什麼都沒有啊 好第60抽 沒有 第70抽 70了呢 沒有 沒有 哇真的很飛啊 真的很飛啊 我是說我啦 80 至少100要一隻啊對不對依照機率 對不對應該要來了吧 這次嗎 唉 安迪伯格 這些他都有啦因為他抽很多角色啦 這邊沒有沒有五星的 100抽啦 已經100抽啦 90抽啦 好 好 這是第100抽了 謝謝 那個K已經進卡池了 不過他這隻沒有啊 他沒有啊 就是我不知道大家有沒有發現那個99K和95金已經進卡池了 所以他這一隻OK啦幫他抽到一隻99K 99K是紅屬性加紅屬性格鬥加加攻擊力50%吧 沒有紅屬性攻擊力40%喔 這是60等...這是那個50等而已啦如果是60等以上的話就是50% OK那10抽了 好慘啊 好慘真的好慘 剛剛有一個人給我留言說他三隻都拿到了 在Youtube下面給我留言說他三隻都拿到了 但是大初學 沒辦法這個保底要300了 也就是說你300最多最差就是一隻 那我再幫他抽個100抽看看好了 直接跳過了 按到一次是不是 啊不好意思不好意思 按到召喚一次了 1515 浪費了一個9...浪費了一個一把紅寶 是我的錯 沒有 好 好 再一次吧 這邊已經有... 110抽了 大家知道這多難抽了吧 如果你臉很黑的話可能一隻都沒有 所以那個機率說 你運氣不好真的是一隻都沒有啊 哦一隻兩隻三隻好這次應該有了吧 各位觀眾 有了吧 這個聲音聽起來很像嘛 這個聲音聽起來很像嘛 雪露咪 因為你機率來說已經110、112抽了啊 這少一隻了 這少一隻了 這個好像 是拜師他已經有了啦 還有一隻 還有一隻還有一隻 這個沒有用 八神 還是拜師啊 哎呦什麼都又是拜師啊 拜師是送的那個屬性慶典就會送了 OK 一隻 也就是說 至少一隻了啦 但是你有可能會抽到重複的啊 這個問題就是在這 這個 那因為他的 他的目標是三隻都想拿到 所以我就繼續 那我們就繼續吧 再拼一下 目前已經 因為那個 已經130抽 我剛剛不小心抽到一個 所以是169 130抽了 再來吧 沒有 因為剛剛有三隻嘛 好 轉換成戰魂 再一次 沒有 再來 有嗎 沒有 有嗎 已經八媽媽花掉 一萬五個紅寶石了 好跳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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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一次再一次 希望是能再抽到一隻 然後 300保底 希望啦 不然就是你 再抽到一隻 然後用5000去買一隻 但是那一隻是隨機給的 果然是大師血啊 好像已經很久沒給紅色了 因為剛剛 來個三隻之後就 就沒有了 就連五星都沒有了 機率就是這麼的殘忍啊 好啦已經快200了 200抽了 沒有 沒有 哇真的很辛苦啊 想要一次拿三隻很辛苦啊 來 跳過 來跳過 現在就是只拿到一隻這個 荒 荒狂雷點雪魯咪 還缺這兩隻啊 然後已經200抽了 200抽只得到一隻啊 這機率很低啊 理論上 100抽就要一隻啊 因為他的機率是0.3%嘛 那三隻0.9%啊 我把他300抽抽完吧 那剩下的就看他自己了啦 就是這麼慘 好久沒抽到五星了 他這個機率 至少10抽都沒有五星齁 好像有一隻是不是 當然是那個吧 對啊 震源齋 這隻他沒有 但是應該不會有人想用吧 跳過跳過 一隻嘛 五星的一隻 快300抽啦 有點慘啊 加油加油 沒有 啊 一隻 好久喔 好吧 開啦 希望來吧 有啦 有了吧 OK 那張他保底 保底那一張可以換了 好 跳過 那我們就抽到保底吧 看一下喔 還差 喔不用跳 還50抽保底啊 50抽保底然後就可以換 那我就把他抽掉囉 抽那個 抽那個 抽那個克里斯 炎之宿命克里斯 Go 好啦這邊不用看了 我看是保底命了啦 他有說他是保底命啊 但是我想我也差不多啊 大概跟人跟戰號沒關係 反正就是機率啊 就是機率啊 就是機率 差不多就是100多抽會出一隻嘛 我覺得這機率還還蠻還蠻正常的 這個機率 因為他機率已經寫艾娜啦 所以這遊戲真的很吃紅寶石啊 如果你想要這些角色的時候 抽完 欸96不知火 他有了 好跳過跳過跳過 我們差多少 差20 那個五星又不來了啊 連五星都沒有啊 我自己之前 也是 七八十連抽 然後都沒有五星 然後就好傷心喔 我覺得這遊戲怎麼回事啊 好保底了 很可憐啊 不能說很可憐啦 算是不幸中的大幸 三百抽三隻都拿到啦 欸 不會吧 那我保底卷有什麼用 都來呀 這個 什麼追蟲 追蟹蟲啊 那是念追嗎 把他吃包子嘛 來吧 是誰 喔這隻他也有人啊 好吧 果然是包敵命 我為什麼說他都有人 大家知道為什麼嗎 我可以獲得這個自選券 那因為我剛不小心幫他多抽了一個吧 是不是 我幫他多抽了一張啊 所以 好就這樣吧 這個自選券的話 我們待會直接把他用掉好了 免得他昨天 明天他不知道上線 然後 搞不清楚 因為他 他可能白天就可以玩了嘛 然後他玩的時候 發現的時候 就 就那樣啊 OK 那 我剛還要說什麼 喔 我說為什麼他那些角色 五星角色他都有了 因為很簡單 因為你們看他的角色 這邊看一下他的角色嘛 有庫拉嘛 有這幾隻猛角 大家有看到嗎 這個 這一隻 高尼茨 還有這個 基斯 然後鐵拳的這兩隻也有嘛 鐵拳的 他好像沒有那個 鐵拳的那個封肩的 他只有經典人而已 然後他這個是制服吧 大概是花台幣買的制服 然後有這個 他是用等級牌是不是 我們來用那個 戰鬥禮牌好了 這樣他就可以比較明顯 看他有什麼 有這個嘛 這個 真靈 還有這個瘋巴 基斯 庫拉 還有這個 這隻是那個誰啊 終極的路卡爾 聽說好像也buff了 聽說啦 然後高尼茨 唉唷啊我記得他有鐵拳這個封肩人嗎 我就記得有 因為剛剛那個牌序 讓我搞不清楚 所以來看一下 真靈是 200抽保底嗎 還是300 好像300是不是 300的樣子 然後這裡是300嗎 然後路卡爾我不知道 那時候我沒注意他是200還是300 然後高尼茨應該也是300吧 然後這個鐵拳這個 封肩人是200 我覺得封肩人算是強力的角色 非常強力 最近打那個 打那個PVP遇到AI 如果是用這隻有夠難打的 因為他都會暈眩又無敵 超難打 我覺得啦 不小心就輸了 輸給AI 好丟臉 因為我角色太爛了 OK我們把那個克里斯給叫出來吧 然後 這一期我就先做這個300抽 然後之後我會 因為他還會再借我這個帳號玩 那我會把那三隻的一些心得 用法一些心得 因為我還沒用過 我會稍微摸索之後 我會把這些心得再分享出來 就一天至少做一集啦 這樣子 然後 沒有抽的人 或是大家也可以看看 不一定就真的要抽他 因為大家也看到了 這三隻我剛剛就是花了300抽 抽到兩隻而已 然後一隻是保底 現在要來換 在哪裡啊 在哪裡 在哪裡 我收一下 我收一下 在這邊 好這邊嘛 上一頁好了 我們來選擇一下 這是他之前那個 有一些硬幣嘛 今天轉換了 沒看到耶 跑去哪裡了 這裡啊 這裡啊這裡啊這裡 我剛剛只看這個黃色的字 然後想說這是一般的吧 這裡啊 那我們就使用囉 哇 這邊還可以選這些喔 但是想也知道是要選那個 我們沒有的啊 克里斯啊 對吧 其他不可能選的啊 你如果去選其他人 那就是 可能 可能就是你都有了 或怎樣吧 去選你沒有的那一隻啊 對啊也是有可能 那我們就選那個 克里斯吧 言之宿命克里斯 確定 好獲得了 OK那 這樣三隻就有了啦 然後也沒有幫他花那個 500個紅寶石 500個紅寶石是隨機嘛 就是我會覺得你隨機抽了 然後 你這邊 除非 除非啦 除非就是我剛剛如果先抽到兩隻 我在100抽 或是200抽以內 抽到兩隻 你還可以花500個紅寶石去拼一下 可是因為他是隨機的啊 有沒有他再來可能 會花這個吧 我在想 會不會 暫魂啦 因為他三隻要的就是要練嘛 那就是要這個啊 暫魂了 然後那個 我一直找不到那個5000的紅寶石 到底放在哪裡啊 每次他都自己跳出來 然後我就想說找一下 欸怎麼都沒看到 就很好笑啊 我就找不到 怎麼沒有給我跳出來一下啊 怎麼沒有給我跳出來一下啊 只有出現這個 多萬幾次會不會跳出來 呵呵 他這推薦商品怎麼每次推薦的都不一樣 我是有哪邊 啊在這裡啦 眼殘啦眼殘啦 在這裡啊 就這個嘛 必中券嘛 可是他必中 不是選擇券啊 大家懂我意思嗎 就是如果你想要拿到三隻 我會覺得你 你在200抽之前 如果抽到兩隻 你還可以來拚一下 搞不好你抽到你另外一隻 你沒有的 但是剛剛已經接近250抽了 我是不是應該把它抽完 然後用那個 選擇券 我剛剛是這樣 大概在200幾啊 不知道200多抽到第二隻 所以我才想說那就拚掉了 不要來買了 我如果先買的話 結果我抽的時候又抽到重複 那不是也浪費 對吧 所以就說如果你想要 你想要那個 只要一隻的人 你就來這邊買 如果你想要三隻的話 我建議先不用買 先去抽 300抽 看你抽的狀況 再來決定要不要補 補這個5000紅寶石 我的感覺是這樣啦 也許不一定對 但是大家參考看看 好的那這一期就先到這邊吧 然後講的也比較久 就是抽的過程吧 因為其實我很少做這個 300抽的視頻 因為我不會有那麼多紅寶石 有啦我現在存到2萬多嘛 那未來有新的角色我再來抽這樣子 我自己的組號已經200多 兩千 兩萬多紅寶石了啦 好的那 我是阿姆 喜歡我的遊戲頻道的人 歡迎大家訂閱點讚開鈴鐺 我們下期再見囉 大家掰掰 大家好我又回來了 不好意思不好意思 呃 因為那個 因為那個 借我帳號的網友說 幫他把戰鬥卡也順便抽一抽吧 那我們就繼續做那個戰鬥卡的 的視頻吧 來抽一下吧 因為他現在剩4千嘛 然後 然後 然後這個 大蛇的氣息 這個 勝點這個 戰鬥卡 看起來可以抽個 70 60抽左右 60幾抽到70抽 所以我就幫他抽一抽啦 那他這個保底是150 齁 那我們就抽一下 70抽 看怎麼樣 那就 Let's go 直接抽了 開抽了 這邊我直接跳過好了 因為視頻總 總的來說有二十幾分鐘了嘛 來 SKIP 沒有 就這個 啊有 一張 一張這個 克里斯的 克里斯的 好繼續 戰鬥卡應該會比較好抽一點啦 那個機率的話 機率是怎樣 應該比較高吧 我們來看一下好了 喔 這是那個 我看一下喔 戰鬥卡的機率 這邊 有啊 這比較高嘛 0.6啊 剛剛那個角色是0.3嘛 這0.6 機率高一點嘛 但是我的 他這邊紅寶石已經快沒了 那我們繼續吧 等一下要做兩次ending喔 我不想剪輯了 我就直接 直接就這樣 貼上去 哇 又一張克里斯 嘖 他現在還缺一張 比較不一樣的 卡啦 看是要學魯蜜還是那個七加色 因為這樣才能 150抽保底的時候 你才可以去選啊 又是克里斯 哇勒 好啦三張克里斯了 那就不能怪我啦 呵呵呵 好像只剩一次了吧 對啊只剩一次 因為缺一百嘛 缺一百的話 信箱的東西也都收了嘛 應該沒了啦 OK三張克里斯 沒辦法 不會抽到重複的 就抽到這個抽到三次 OK 那 我看一下喔 應該沒有東西可以領吧 除非你要結任務啦 才可以領一些紅寶絲 這個戰鬥卡避重券 還好吧 不是選擇券都還好 好了 那只能再做一次ending了 那就先到這邊囉 我是阿姆 喜歡我的遊戲頻道 歡迎大家訂閱點讚開鈴鐺 非常感謝你們 那下期再見囉 大家掰掰 我們下期再見囉 我們下期再見囉 我們下期再見囉